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仲 我是谷桓轩 今天对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讲 应该是老宋最长的一个夜晚 因为今天晚上 他势必要不断地参考一件事 今天14号 明天15号 明天就是要到中选会 可以领联署的开始 那当然你和我同明天一直到21号 但是今天这个晚上 过了以后 宋楚瑜的身份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而表示他是不是投袭下去 就一路要打下去 所以今天晚上对宋楚瑜来说 势必是一个参考的夜晚 连署 我们讲说连署 宋楚瑜当时要讲说充百万对不对 对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连署书长这样 但是这个是黄岳岁老师的连署书 OK 那我们今天看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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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黄老师在昨天宣布说 他宁可把捏钱要拿去究竟弱势 所以黄老师宣布退选 那今天刚好看好黄老师 黄老师带了他的连署书 这个才多少分 500分 这样子的厚度 我们看到500分 所以如果100万分的话 是2000分这么多的 这样子的厚度 OK 那当然不管说是经费 或是动用的人力 你可以想象 而亲民党有很多 在各地方的人都已经讲说 包括在台南 有人讲说目标要冲10万 台南哦 有很多人说长期以来 台南应该是绿营 这巩固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 要喊出冲10万 那他的意义 到底会在什么样的地方 那有阴谋论吗 或是说这代表 亲民党真的势如破竹 百万熊是要出来的呢 那对于亲民党主义宋主义来讲 今天这个晚上 势必是他要参考的一个晚上 而未来整个政坛 到底会是掀起怎么样的一个波涛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宋主义真的准备好了吗 那其实你看政坛这几天 宋主义的支持度大概就在那里 反而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两个阵营在开跑以来 最近算是打着最凶的 尤其是打从国内打到国外 而且金小刀刀刀剑骨 而金小刀甚至直接跟蔡英文说 你如果再不回应我的一些质问的话 没关系我还有很多机会 会继续的质疑你 看起来金小刀不看前一阵子抛出来的 两岸要不要签和平协议 或是马中文联要不要访大陆 不管有没有伤到自己 但是似乎很成功的把这整个议题 就是拉在他跟蔡英文两个人之间转 而他好像那个分身扮演得非常成功 对于瑞英来讲又该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 国内政坛的分分合合或随随随随随 大家都在讲说 民众反正睁大家的眼睛看 可是不管国内政坛怎么样 待会第二个这段 我们要跟你谈另外一个议题 所有家里面有亲戚 是在空军任职的人 你对于这一次发生的 就是两架军机撞山的事情 你大概都会有那个感受 所有家里面只要有亲人在空军 你的神经都会是非常紧绷的 所有空军的人都知道 培养一个飞行员远大过那一架飞机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想所有的人 当然要对所有的 因此上身的飞观 智商最大的哀悼 那当然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两架飞机会撞山 这可能也不是第一次 而有人讲说那个过程 有说是空间迷向 有人讲说是天后不佳 当然不管怎么说 为什么会是在这个地方 那就有人会跟你讲说 在这个地方离上一次 好像是一个旅行社的 创意的 大概不到三公里之远 OK好 那过程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其实国内政坛 大家最近在吵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跟国外去买F-16 要买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我不管你买到什么样的一些飞机 但是不要让我们的飞行员 再因此无辜的上升 而这一件事情又扯到了另外一个 有很多人在讲说 他们飞机都会有一些对灰 而这个连队的对灰 好像是一个原住民的太阳神 马拉道 OK 那有人讲说 这个太阳神从彩绘的 在五月份改成黑白的 对很多人来说 心里就会觉得毛毛的不舒服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训练当然重要 可让自己舒服 是不是也非常重要一件事 整个事情怎么发生的 中间有多少会让人不解的地方呢 待会后段我们告诉你 来一开始看一看政坛的VCR 清党主席宋楚瑜即将在明天连署零票 西出局营的共党立委林玉芳透露 清明党已沸妥政策白皮书 说楚瑜参选总统的可能性有八成 而他究竟是无党籍或清明党身份参选 宋楚瑜此刻陷入天人交战 送赢百万联署信心满满 大台南地区宣称目标要达十万人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下令 不要为国民党以外的人选联署 而民进党则说 民主社会选民自行决定 送联署之路 蓝绿阵营 虎视眈眈各打算盘 2012大选延烧到海外 金服超的两岸事务发言 引发争议 总统府跳出来帮马总统澄清 小刀出鞘 双硬攻防 马金体制昭然若现 这场战火将如何延烧 更多的政治内幕 今晚新闻面对面一次说给你听 好那开始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的台北来宾 好我们现在叫自协媒体员郑佩芬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叫自协媒体员陈兴兰 大家好 在叫新闻工作者文生 主持人好各位好 在叫政治观察家里建南 大家好 在叫自协媒体员陈立宏 主持人大家好 在叫是台北市议员王宏威 大娃 廖大 你今天待会会去见宋仙吗 我今天会见他 今天会见他 有关这个联署啊 我跟他都不会谈联署 你不谈联署 对对你们来讲的话 对你们来讲 现在整个都是万事俱备 就欠东风 因为第一个 我是对国民党的党务系统 是非常熟的 你跟哪边听说 我对亲民党党务系统 是非常不熟 亲民党只认识宋处 其他人不太熟 他的政治党部在哪 我还没去过 我听说在长安东 我还没去 听说 但是在外面是碰很多人 问我什么连署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刚刚 你拿那个 我刚才那没有500分 这个不叫500分 实际上最多 但是以后我们看一看就知道 厚度就知道 因为他一个专门证银本再一贴 那这个是无效的 现在所有的联署都是无效 跟你同学会 他要到20号以后才能够算 所以这个无效 而且你后面再贴上银本的话 就会更厚 这个大概就100分左右了 没有500分 500要已经这么厚了 所以那个 但最近有很多人问我说 怎么联署怎么联署 所以偶尔会打电话 就是有人打电话说 打到亲民党党部要跟我联系 所以就问我 他们现在就在训练 有在考虑训练联署工作人员 不是说13号就在训练什么什么 我就问了一下 你在忙什么 他说有在训练联署工作人员 但是今年联署会有几个困难 就是说 第一个上次联署时间比较长 那这是因为中选会这样规定 给了很多限制 不过这个本来就这样 你执政你就有权利 所以庄家总是容易赢钱 因为庄家自己决定怎么发牌 什么方式自己决定 这个也没什么好讲的了 你要在他的体制下去做 第二个就是现在就是 上次联署没有那么多诈骗集团 那这一次诈骗没有那么多 2000年的时候 你说到有人接到说要不要联署 那以为是诈骗集团 现在这个联署他就说 他身份上不太敢给人家 这也是有一个问题 所以他现在说要上面盖一个章 那盖一个章会不会 又到时候说你盖了魔符 你就影响联署书的效力 所以在今年的话 会觉得肢结比较多 那肢结比较多的话 那但是会有一些感觉就是 几乎会在路上都会碰到人家 说我怎么联署 那当然不联署是不会找我 找我的联署 所以你也不要被这个假象迷惑 那当然就是说 是有很多人是很积极的 我可不可以问 扣除掉你说又有一些 可能困难点或什么这些 对于宋先所喊的百万 你有信心吗 不 这个情形呢 第一个宋先是讲30万 绝对不选 百万是一定选 所以最想的百万是一定选 所以中间的话就是不一定 这个东西的中间的话 是有个谈性嘛 ok 对不对 那就一样的道理嘛 今天我碰到一个女孩 我告诉她 我联署书说我一定娶你嘛 对不对 但是我联署书一定不娶嘛 是你的意思啊 但是对不对 但是我工作都没找到 我告诉她说对不对 我如果工作都没有 我当然不敢取她 我就说她接着30万 你就跟你别想了 ok 你打什么嘛 对不对 那但是100万你还不选 那你是这个对不对 对拿人家当判啦 所以她中间她是要 中间她是会有一个弹性的 所以大家都搞出说 100万非典不可啦 但是100万在技术上做不到的 你绝对做不到 技术上绝对做不到 因为我们自己说做一个什么呢 因为她只有那40 你45天 那5天你要做统计 做计算 你还要整理啊 你那40天 你40天要25000份 对你讲一实在话 就是25万可能在12天 可以做到 但是25万当然 可能25天才能做到 对对不对 那你这样就已经去25加4 去了37了 那50万60万 那个时候 那个后面会越来越不容易 ok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洪威 你觉得先不讲说 单纯联署会多少那些 你觉得问题是 宋主义有没有已经告诉 所有的全国观众就是 他为什么这次一定要参选 所有这些相关的事情 你觉得还有没有多想清楚 因为好像这次 只要帮宋先生讲话的人 很多人都说 包含陈振胜委员啊 还有刘文雄委员 也都是说他一定选到底 但是因为这个话 都没有从宋先生嘴巴讲出来 我觉得还是要有待观察 其实我所知道 有的人都已经在下赌盘了 就是到底宋主义 最后会不会参选 那因为我觉得很多话 没有讲清楚 那像李老大刚刚说 这个100万份啊 一定出来选 那但是我的疑问是老大 如果是99万份要不要选 如果是95万份要不要选 30一定不选 对对对我觉得 如果老讲 如果你超过50万份 其实已经是已经有一个相当的名项 但是从30万份到100万份 这中间有70万份 这里面当然 而且最可能落在这中间 对最有可能落在这中间 刚刚也讲了嘛 就你45天 你要让他45天拿到100万份 而且全部都是有效的联署书 这个在技术上确实有它的困难 可是这中间 已经有展现一定的名义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并没有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 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一定会参选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还是设了很多的门槛 这个门槛就是百万联署 大部分人都觉得 就算马英九出来联署 我几乎也保证 他很难在那么少的这个天数里面 就可以打个百万联署 我觉得这都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另外还有在这一次的整个联署的过程里面 因为你到13号才开始说训练志工的事情 我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晚了 这个会不会觉得说 到时候包含刚刚李老大讲说 因为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确实你现在你要联署 你要射点 因为你跟10年前的那个环境也很不一样 那包含我们自己在选举的时候 我都还是现任的议员 我会不会被赶 我也一样会被赶呢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单位 很怕跟政治选举活动沾上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都会有一些 比如说像监狱站狗 他们希望你不要进来 这个医院连门口都不让你在 他说对不起啊 我们不要打扰这个病人的安全 这一定都会有这样的声音 那么所以你在这样的明明知道 可能在技术上面困难上面 都会比较高的状况 还这么晚启动 老实说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宋主席会不会参选这件事情 在整个的这个计程里面 还会打一个问号 可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天人交在 因为宋主席既然讲了 即便这是过场 或者这是一个试水温 21号之前势必要去领表 领表是一定的啦 只是说接下来的整个动作 因为一个领表 你知道就会有很多人去连署 不管你说那个数字叫30 40 50 进与退之间考虑到小鸡的问题 考虑到一大堆的问题 进来可是对宋主席来说 现在怎么办 他已经是头洗下去了 他就是一定要玩下去了 我基本上同意大家刚刚这么多的讲法 包括那天姚立明来讲 可能还有第四组 他们已经准备要去做领表的动作 但是从黄月虽在这里面的困难度 你也可以看到 联署其实是不容易的 宋主席会讲100万份 也不会是随便讲 我应该这样讲 他也不会是随便讲 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 以目前来看 我认为他们没有把视照出来 我一直在讲说15%的稳定的支持度 民调支持度 他有所谓顿化的现象 在两边交锋 国民党跟民进党积极交锋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确实被边缘化 过去这两三个礼拜大概被边缘化 他创造不出他的议题 创造不出他的议题以后 他也不断在讲说我们在基层做好了部署 相关的要做处理 那这个东西的这个动作的能量有多少 不晓得 所以我认为在所谓30万份到70万份 那天黄山来讲说 5 60万份我们都叫他选了 所以他已经很清楚说 他也说这个礼拜可能要开个记者会 该面对大家都要面对大家 所以宋主席必须要出来面对大家 当大家有疑问说他还选不选的时候 其实对他非常大的伤害 这个伤害就是那个诚信的伤害 就信口开河 就回过头来 你那个远见的民调那么低的状况下 你说诚信那一块 对你如何去说服大家说 其实你不是呼隆大家的 我认为他在这次领表当中 就会面对大家在这里面的质问 既然你刚讲到的包括民调动画 或是说这两天 你看国民党和民党打得好热闹 好像大家也搞不清楚宋主席到哪里去了 刘老大你们会有这种危机感吗 民调最近几个机构做大概就是13到15 那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假如是假如说你懂这个 懂这个在外面就是说懂这个爆破作战 你会知道 爆破作战就是这样 作战的时候你要知道 就是这个火 这个火你烧不起来 但是你火别人也吸不掉 这是最好的火种 最好的火种是这样 就是说你因为我掌控在我手上 我可以让它吸 因为你要吸你一定要想讲冷淡 坑地等待我还是在14%15% 你拿不下来 你在这个时候制造话题到美国去制造话题 其实当时也都设计着 知道你要联署让你气势 因为他不要给人家感觉说你有可能 不要给你可能这样难赢的话 他整个马英九那个就是说 所以他会这样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 你包括他讲了这个 讲了这个什么猫啊 这个泼尸猫这个事情 对他形象是有点破 大家也借金那难赢的媒体 那是借这个对不对 那是猛挑剔猛攻击嘛 对不对 那但是他还是在这个地方 那还在这个地方的话 通常就是说 就是通常假如说你是负责 就是说你是负责这个火栈的话 你会知道这是最好的一个活动 可大可小的意思 因为你吸不了火断 因为你这个时候假如说 他一假如掉了5% 那就不要玩了